警方從防火箱破門攻堅 拔腿落跑的毒品嫌犯 通通被帶回 客廳裡煙霧瀰漫 一群男子被警方壓制 警方足成搜索 販毒集團已透添錯 當據點在網路上賣毒 號稱24小時隨叫隨到 不間斷供貨 警方一共查獲800多包毒咖啡包 長短槍各一支 和218顆子彈 火力相當驚人 盤查時警方還差點遭 祖賢的狗狗攻擊 狗狗一直躲在祖賢背後 眼神焦慮相當不安 一度要攻擊員警 他所飼養的犬隻 都疑似長期接觸土品 顯得焦躁不安 甚至還會攻擊執行的同仁 另外人舞區一名男子戴著比特犬 一人一狗在車上 舉止可疑遭警方盤查 我要去那邊告啊 比特犬 比特犬護主心強烈 下車狂廢遠景坐視攻擊 四主急忙自治 另外在屋內搜出安非他命 將四主以違反毒品危害條例 移送偵辦 記者黃旭金縣中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MING PAO CANADA